Hello 大家好 我是尊皮 这条影片会讲几个本星期的APEX新闻 近来比较短片的新闻或者最新的流出都放在尊皮实验室 主频都是放长片 所以记得也要订阅那一读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ESH的全家宝相关 这个我也考虑了一会儿 到底要不要跟大家讨论呢 这个双截棍的购买率 就算没有官方的数据 只看社群对它的感想 已经猜到不会有很多人买 可能说的都没人在意 但如果大家非常在乎竞技优势的话 现在是不建议装备ESH的全家宝 因为装备之后蹲下的移动音量 比不装备的移动音量更加大 简单说就是贴钱买劣势 装备了还更容易被敌人发现 如果要我评分的话 真的很难不把它评为最低分的全家宝 已经不是说他和ESH的角色性格搭不搭 单纯看他的设计和动作已经是这样想的 最重要的是装备之后大部分时间 他都只是吊在整个画面的右下方 虽然说装备外观之后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不能够挡画面太多 但其他全家宝都没有这个问题 双截棍的存在感相比其他全家宝真的有点低 也没有华丽的粒子效果 我只给一分 这一分给老鼠 各位现在应该都知道太阳小队活动的平衡步枪造型 推出的时候比其他铁苗更有优势 虽然官方在推出之后立刻说是有漏洞 他的铁苗才是这样的样子 而一旦它修复了 玩家最后揭发这是一个谎言 这些造型的设计由不同的设计师去做 在得到官方批准的情况下 就会将设计的草图或成品图片上载 这个太阳小队的平衡步枪造型也不例外 但是被人上载之后玩家就说捉到啦 在这个图片里很明显看到本来的设计 根本没有铁苗的档事线的部分 所以很多玩家投诉说 他们说是漏洞根本是假的 只有为了公平硬是把铁苗改了 破坏原有的设计 如果阴谋论地想 官方先将这个造型原版放出来 玩家看到铁苗一定会想买 但之后改回反正官方也不会退钱 所以这个操作的确可以给他们赚一波 另一个可能就是设计师 做平衡的造型时本来就不设计那部分 所有平衡步枪最后才加上同样的铁苗 你们觉得会是哪个情况呢 这个比赛近来在欧美区非常热门 很多大佬Stream都是打ROM 到底它是什么呢 简单去解释的话 它是一个由ROM举办有15万美元作为奖金的比赛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在于它是一个单排比赛 这就令整件事情非常有趣了 首先不会再是三排进去车队一样收头 而且里面每个玩家都需要经过审批才能够加入 玩家会被举办方以不同的准则放置到不同的阶段 例如是Imperial Health等等知名的比赛选手就是最高 以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 就是一个私人举办的单排排位赛 但没有外挂 没有DDoS 没有白痴队友 赛规等等在这里不作特别的解释 原因就是它暂时只有北美和EMEA的赛区 亚洲玩家暂时没有途径去参加 希望未来会伸延到亚洲都有 但在审批方面应该都很难很多 要靠ROM做出来的话应该希望不大 所以我们亚洲孤儿仍然在被委期的一部分 顺着上面这个话题要一起说的就是官方放出消息要推迟ALGS 内容大意我总结一下就是官方觉得这个更新太多不稳定的因素 认为用它来比赛对参赛者或者比赛的观赏性都不好 那当然了 想象一下APEX最大规模的专业比赛 如果开战途中因为有Bug 全世界观众同时看到 都真是对本来明星不太好的APEX说上加上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世界边缘的试练 现在有Bug打完都不申请线利品 而ALGS中也有人检视练为乐点 所以不修理好就打对他们超不公平 合成器也有可能会卡住玩家 总之有问题一堆了好APEX 主流意见都觉得这个决定做得很对 虽然对涉事人员例如是参赛者 工作人员和港评会突然打乱他们的时间表 但肯去改期也代表官方最起码对ALGS有些要求 不算摆烂随便去做 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今次的更新问题 真的多到不敢用他们来打比赛 听说以前还会有ALGS专用的客户端 这个当然比正常的更稳定 漏洞的什么都不会那么多 但从某时候开始就变成了用普通的客户端去比赛 这个也变相显示到 EA对APEX的态度就是连观看超好的最大比赛 都不投放更多的资源 看起来观感就是挺差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APEX周报 每日更新的都放在实验室那里 记得订阅 我是专皮 先说到这里 多谢收看 下次影片再见 是这样 Bye by bwd6 by bwd6